索尼PS5 Pro哪家便宜 从哪里买靠谱 要注意什么 我收集了一些关于PS5 Pro的预购信息 给各位参考 首先大家要注意到货时间 索尼PS5 Pro港版正式的上市时间是11月7号 如果你想当天拿到 跟一周之内拿到 还是一个月才拿到 价格是差很多的 比如我今天看到某宝店铺 港版PS5 Pro卖6640块钱 他承诺11月16日之前发出 我上周买的那家 他现在还在卖 价格没变 还是6798元 是某多多百亿补贴 现在他承诺的是11月15日发完 我是在10月14号买的 当时他承诺的是11月12日发完 第二大家在买的时候要注意税 港版PS5 Pro 他官方定价是5780港币 大约5300人民币 税700左右 加在一起是6000块钱 比如我买的那个机器价格是6798块钱 相当于中间商挣了798 800块钱 如果你正好去香港 可以自己带回来 据说12000以内是免费的 你可以带两台 我查了一下 北京到香港的机票 10月7号的是700块钱左右 三个半小时 往返机票是2000多 如果单独为买PS5 Pro去一趟不值 今天我看到某东有一个是6199块钱的PS5 Pro的预购 他承诺的是11月8号从香港发货 但是各位要注意他是要加800元关税的 加在一起也要7000块钱了 我问了一下客服最晚什么时候发 但客服不敢承诺保证最晚发货日期 最后我要补充一点PS5 Pro买的人很少 我买的那家店铺我观察一周了 才卖出去500多台 基本上都是头几天卖的 另外现在预售的这些店铺都是第三方的 都不一定准成 都存在一定风险 还有目前这个港版是数字版不带光驱 这个PS5可拆卸光驱 目前市面上都没货 二手的800多 所以说不差钱的玩家 当我没说普通玩家建议等等国行的消息 等等货源充足了 稳定了之后再入手